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当时超越了 那个九位数字的财务困境 老师欠一役耶 又大火 而且你要知道 那个一役是2001年 老师你那时候有没有 讲实在了 已经过去 那时候有没有想死 想死是没有 我觉得死是比那个要面对 还需要更大的勇气 对 那我只是要大家强调的是 那时候的一役在东区 如果一瓶 我记得那时候信义路市段 一瓶是二十几万 所以我如果买一百瓶的豪宅 大概两千多万 那两千多万 我一亿大概可以买将近五户 所以各位你要用这个比例 因为现在一亿好像听起来 比较没什么 那所以最近疫情来了 那就更多人一直问我说 在FB我有困难 我应该怎么解决 所以我就决定 把我怎么穿越 那其实那是要有很坚强的内在 它不是光技术面 教你怎么解决很快 但是你会做不到 爸妈在家里其实是 对女生是OK的 他们对女生钱就是一直 可以无限的可能给 说可能二姐需要 大姐需要 可是他们说男生 你以后是要养家的 所以你要靠自己 所以基本上我的钱 都是我自己赚的 而且有时候还要帮他们 出他们的 你像上个月我的火石费 卡费 叫了那个吴柏仪跟阿夫 叫了两万五 最可恶的是他都不承认 人家都跟我说 明明看到他带着一个 二十岁左右的妹妹去看电影 可是你怎么问 他每次都否认 真的太可恶了 我说你老公否认你要高兴 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对的事 他知道他还要这个家 他还爱你 他怕你难过 所以他要否认 最怕的是说 对了我外遇要怎样谈一谈 要离离离吧 对不对 这一句话不错 所以骗你是爱你 然后他们有时候留言 就是很多留言的时候 他们就会讲说 吴翔弦对不起啊 一千其实是 好多年过去了 我已经长大了 对然后你也看着你 慢慢跟着你一路这样长大 就觉得你也长大了 他成熟了 就是骂你这么多年 我也累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啊 我今天真的是 有点不想出手啊 宝石 社交距离 你想知道我有练拳啊 呜 啥 社交距离 社交距离 算了算了算了 这么多年我也累了 哈哈哈哈 在年轻的时候呢 他可能在说话上面 会比较酸一点啊 或者是说 他会比较 龟毛一点 或者是说 他讲话上会比较带刺 但是呢 他们随着年龄 比较增长以后 才发现说 其实人生呢 他不用那么样的 这个自嫩 不用这么样的一个 当酸民 他觉得说 有成 变得成熟 而且发言比较稳重 其实是一种 另外一种层次的代表 卓别林啊 他曾经有一次 在公众表演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笑话 哇 哄堂大笑 非常好笑 是 结果他又讲了第二次 大家就不太笑了 结果又讲了第三次 一个人都没笑 大家都说 卓别林今天就疯了 可是卓别林就在说 你想想看 再好的笑话 你们都不会笑三次 为什么 诶真的吼 好笑话